我们去开房吧 什么 我说我们去开房吧 开什么房呀 住的房子 酒店 开房干什么呀诚哥 你看现在天都快黑了 你跟孩子来不及回去了 注意晚上再走吧 没事的诚诚哥 我能回去的没事 我等一下就回去了 什么能回去啊依依 大晚上的走夜路不安全 天都快黑了 你看你现在也来不及回去了 而且你又背着孩子不方便是不是 在这里注意晚上 明天早上再走吧 没事的诚哥 不要忘记那个请了 我还是回去的 哎呀别客气了 走走走走走走 老板 开个房 你一定要大人间 大人间就可以了 我登记一下 好 诚哥只开一间房吗 要不然呢 你还想开几间啊 够住吗 够住啊可以了 没事就开一间吧 好 好谢谢 那走吧 一一来进来吧 诚哥 要不我还是回去玩 这太破费了 没事一一啊 房间已经开好了 今晚就住这吧 来你随便坐 别拘束了 诚哥 这里这一张床 你住哪里啊 我住这里啊 那我住哪里 你也住这里啊 这这怎么行的 诚哥 我还是回去吧 我还是回去吧 诚哥 诚哥 一一啊 我躲你玩的 诚哥怎么可能住这里呢 我一会要回我自己的酒店了呀 跟你开玩笑的 跟你开玩笑的 诚哥 又让你破费了 哎呀 一一 你这就太见外了 什么破不破费的 你看这几天 你一直跟着我一起找房子 都太辛苦你了 那雨 你能租到好的房子吧 其实一一 我觉得你坐那个一千五的 也可以了 你不要老是去纠结它的价格呀 因为房子价格太便宜的话 那房子环境肯定是不好的 而且你也知道 现在孩子还小 对不对 他又喜欢翻箱倒柜的 又比较淘气 有很多那些价格便宜的房子 我看了 那窗户都生锈了 围栏也生锈了 所以说 也是很大的安全隐患 所以你不要为了节约那几百块钱 不要找那么便宜的房子呀 我们可以找稍微贵一点的房子 知道吗 给你和孩子 创造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 我觉得这比什么都重要 依依 但是我觉得诚哥 我感觉一千五还是贵的 一千五这样子算 一年都要多块钱了呀 我觉得太贵了 太浪费了 哎呀依依 没关系的 这些 你不要去考虑了 价格的事情 诚诚哥来解决就可以了 那怎么好意思呢 诚哥 我自己住的房子 怎么能 怎么能让你待去呢 哎 别说那么多了好不好 你听诚诚哥的 明天我们再去找的时候 你就不要再纠结价格了 可以吧 你明天再看吧 看能不能找到 合适的吧 行行 这样子 那咱们先去吃饭吧 你看 你跟孩子也饿了 走吧 好吧 那诚哥 我请你吃饭吧 先走吧 一会再说 依依 你看 天都已经黑了 嗯 你刚才如果走的话 估计还没到半路 天就已经黑了 还是诚诚哥小的周到 对了 诚诚哥 你想吃啥 今天我请客 你请客呀 嗯 我最近吃的太油腻了 想吃清淡一点 咱们就吃碗面吧 就吃面啊 对啊 就吃面 我喜欢吃面 哈哈 走吧 走吧 咱吃面去 那好吧 哇 看起来好好吃呀 嗯 很好吃的 我尝一口 嗯 嗯 真的很好吃 我非常喜欢吃的 这是我吃的最好吃的羊肉粉了 嗯 茶茶茶茶什么 董哥试试哈 董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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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姨姨 前面镜头呢 就是你住的酒店了 嗯 我就先回去了 嗯 好 董哥你慢走 嗯 好的行行 有什么事记得给我打电话 听到没有 好好好 你这个坏女人 为什么偷我东西 我偷你什么了呀 你就是偷了 还不承认 我没有啊 你偷了 我到底偷你什么东西了呀 你把我的心给偷走了 哎呀 诚哥你真的是 哎对了 依依 啊 你可不可以帮我个忙啊 什么忙呀 你说 我有个喜欢了很久的女孩子 我想给她买件衣服 你可不可以帮我试一下衣服呀 诚哥 你又喜欢了女孩子了呀 对呀 已经喜欢很久了 但是 我一直都不好意思开口 依依 你可不可以帮我这个忙呀 可以呀 诚哥 行吧 那我们现在就走可以吗 好吧 那我把这个放回家里面就走吧 嗯 行 走吧 诚诚哥 你能告诉我你喜欢的女孩子 是什么样子的吗 嗯 嗯 这个的话 以后你就会知道了 哈哈哈 爹 我们这里面看一下吧 你自己选一下哈 依依 我现在就是看我喜欢她不喜欢 没事的 你先选吧 选了你试穿一下 看看好不好看 好吧 那我就按照我喜欢的设计 可以啊 嗯 嗯 嗯 诚哥你觉得这些怎么样啊 你觉得怎么样啊 我觉得挺好看的 哈哈 那要不先试一下 嗯 好吧 我一定试一下 看你 好好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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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哥 换好了 哈哈 换好了呀 嗯 你出来给我看一下 我有点不太好意思 我还没穿过这样的衣服呢 没事你出来吧 我也想看一下 依依 你穿上这些衣服好美啊 跟你太般配了 真的呀 诚哥 对呀 你看 你觉得这件衣服怎么样吗 嗯 我觉得挺好看的 那就要这件了 行 就要这件吧 那我换下来吧 哎 依依 别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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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起的 等下打包好的 拿去给他才行啊 这衣服 其实是陈陈凤给你买的 哎 什么 陈陈凤你 你 你 你给我买的呀 对呀 这怎么行的 这 我也不是没有衣服穿 我担心不这样子说的话 你不肯跟我一起过来买衣服 没事 你就穿上吧 给你买的 你别换了 我脱下 我不要 让我不要 不用了 赛哥把钱都付了 你看这衣服 你穿起来多有气 这样 对呀 别说人家的美衣嘛 是啊 我已经付了钱了 我已经付过钱了 一页 还付过钱了 对吧 陈哥你早跟我说 我都不过来 跟你一起买了 我就是担心你不肯跟我一起过来 所以才贵意给你说 让你过来帮我试衣服的嘛 这怎么好意思呢 陈哥你看这 没事没事 嗯 我看你这个穿的挺好看的 就穿上吧 好吧 别拖了 对 你看 好好看 是不是 是啊 你看 这个赛哥这么有心 哈哈 那美女都说了 那你就穿上吧 依依 就让你破费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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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行行行 好 那走吧 嗯 哎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取一下吊牌 走吧 太好看了 我都不太快走路了 陈哥 没事 慢慢就习惯了 咦 这天也挺晚了 我带你去吃点东西 到底这个都不太好看了 这个是谁 的 这也就很快 我带你去吃点东西 真的 一次 在这就这里 西新呀 我带你来 太好看了 对 我带你多了 我带你去看好看 我的面前 对,压住 对,这样的压住 这是牛排 我给你点了七分熟 不知道合不合你胃口 我不挑了,陈月 好吃 好吃是吧 好吃就多吃点 一会儿不够了,陈辰哥再叫 可以吧 吃不完了,这么多 慢慢吃 依依 来,你张嘴 张嘴 不要,我自己来 没事,来张嘴 别客气,张嘴 真好吃 依依 你吃饱了吗 吃饱了,我都吃好吃了 这个合不完的好可惜 没事,吃饱碗就别吃了 好吧,陈哥我们走吧 走吧 陈辰哥 你看你今天又给我买衣服 又请我吃好吃的 他让你破费了 哎呀,依依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谢谢你,陈辰哥 走吧,依依 来,我送你回家 嗯,好 走吧